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密宗里头 大家都知道西藏密宗里头 第一个你先非得把菩提道次第学好不可啊 叫菩提道次第 我刚才讲的就是密宗的三要道 除了时间厌离生死磕 大慈悲心 拨弱智慧 就是三心呢 都具足了成就菩提心 这不是你 一百万年 两百万年 一千万年 两千万年 所能够成就得到的啊 说得容易 做起来非常之难呢 因此啊 这英诺经里头讲 有六种种性 一个是性 性的性分 永远不变 自分永远不改 这是原来门人人本具的佛种性 佛种性 这个佛种性我们撕掉了 撕掉了 这是在我们的本觉的字里头 迷了 迷了就成为不觉了 不觉了 不觉了又开始 能够有殊胜因缘 遇到佛法了 遇到佛法了 开始觉 这叫实觉 实觉了 就是我们从不明白生死是怎么回事 开始明白了 这就说我们 四众弟子 归异佛法生三宝 开始 这叫实觉 实觉 实觉是不够的 从实觉 不觉到实觉 实觉完了就产生了一个相似觉 相似觉 相似觉并没有觉悟 但是相似觉悟 这就是在佛教 这就是在佛教的教义讲 实坐 实行 实会相 就是三十心 三十个心 就是开始实觉 就是开始实觉 被经过学佛 学佛 佛呢就是觉悟的觉 为什么学呢 我们本具的 人人都有佛像 人人都可以成佛 但是你迷了 迷了就经过 你要学 学了之后 你才能又恢复你的本觉 从这儿产生了什么呢 叫习总性 习总性 习总性 就先修学空观 空观 从实信位 修一个信先 要一万大戒 一位一位的 现在咱们这个信呢 不到位 信不到位 只是心要信 什么样才算是有信心的呢 有信心的 他知道这个思念的不对 马上就能断到 念头不对 觉得面齐 一起心动念的面齐 能够把它止住 那是散 要它增长 那马上就止住 止心不起 绝面不对 但是这个必须得经过修习 修行实信 满心了 信到位了 这还在反复 这还在反复 还在反复为 咱们这个发菩提心 那是两个事儿了 他真正的相似见了真理了 就是相信自己是佛 他肯定了 因为这个初注的叫发心注 他发这个心 他就注在他这个发心上头 为什么叫注呢 就是注在发心上头 注在菩提心上头 出入在一注一注到十注 出注二注三注四注到十注 这个中间时间经过相当长了 这总给他说啊 这是保总性 叫什么总性呢 叫习总性 熏习修行 习总性 他能破的什么迷惑呢 见到什么他都印的是 无常的 空的 因为修习修行当中 成了总性了 成了总性 叫习总性 这个时候 他研究空观 观一切法都是空的 就成就了 对你的身见破了 破了见惑 破了思惑 环境的出入的菩萨 跟那俄罗汉是相等的 十注的菩萨跟断了见思惑 断惑是相等的 叫习总性 咱们讲一下大乘起习论时候 叫熏习修 讲什么熏习呢 讲佛 佛的教导的法 他不离开法 不离开善友 有大众省 叫熏习 互相熏习 这叫熏习修 这叫习总性 我专解释 保总性的六种总性 第二种总性 叫性总性 地位就刚了 十注满了 十性的菩萨 他这个是研究这个 自己本具的 本具就是 我们经常说 众生 佛 将我们现在自己的心 众生的心 佛心 跟我们现在的心 三心无差别 众生本具 佛是修成了的了 因为迷了之后 又修成了 咱们现在的心 是两种 现在我们修习 相信 我们自己是佛 但是你还得熏习修啊 你不修就不行了 你不修他不能显现呢 有性总性 他正知了 正知了自己的本性 是真空的 正的是真空的理了 但是不注意空 不注意空 这不注意空的意思呢 就是他 分别入法 化度众生 那所以跟二成人不同 罗汉 他住在一个空 他不去化度众生 他只能破了见识祸 佛道实行的菩萨 只是幻境的啊 幻境的实行菩萨 不是一般的那个 大臣啊 跟那个大臣分了一种的初步的 刚入门的 那全程的菩萨 跟着实际的 正得理了 正得真性的体性了 这个菩萨 就正得本性真空的理了 他又不注意空 嗯 他能分别一起诸法 如何是眼 如何是静 如何符合于菩提道的 如何不符合于菩提道的 他把这个就化度众生叫 就是性种性 性种性 专止空里 两种了 第三种叫道种相 道种相 这就是实相物 实回相的菩萨 实坐 实行 实回相 嗯 他在哪个位子 登到哪个位了 哪个位的不同 他物德的情况不同 这叫道种相 道种相 就是实回相的菩萨 他修中道的妙观 即不足于空 也不足于有 持有 落于凡复之见 持空 落于二乘之见 嗯 他行的是 中道观 嗯 这叫菩提道了 他所做的都是菩提道 叫道种相 专门利益种相 利益种相 第四种呢 就是圣种相 圣是圣人那个上 这是登了出地的菩萨 前头的实坐实行实回相 就是三贤菩萨 三贤位的菩萨 是贤位 跟凡复二乘不同了 嗯 现在登了地了 圣种相 欢喜地 他亲自证得了 证得什么呢 证得佛所成道 那个菩提道的真理 证得 实地啊 是一位一位正 一位一位正 所以叫他圣种相 他修的惯恨呢 他修的惯恨呢 是宗道 宗道 真正的菩提道 嗯 即不于此于空 也不此于有 嗯 嗯 真凡复 断肩 断肩二箭 不是断了 没有了 断箭 我肠了 肠了 肠箭 他们很小想到 我会死亡的 嗯 有病就去治疗 怕死 怕死 你决定得死 是不怕的该不死了 不怕的也得死 不过他在于这个死啊 得泄脱了 他指这是分断 这一段了了 又来一段吧 嗯 但这就是苦啊 就分断苦啊 嗯 他不吃于有 都不乐于凡复 不吃于空 不乐于二乘 嗯 他把那个空 变成真空 把有 修道 以道理 变成是妙有 真空是不空的 不空 什么不空的 众生空不了 要度众上 那众生就是有了 这个有非有 直到众生是幻化的 这有非有 非有就是妙有 真空妙有 妙有真空 在这登地的菩萨 有圣种性的菩萨 他前都是三贤位的 他入了圣地了 正了一份法身 跟佛相等了 十地 一地一地地往前断 断一份污名 正一个地外 断一份污名正的 十份污名断完了 这叫等觉菩萨 等觉菩萨 他要来到人家来度众生来的时候 就妙觉了 妙觉就是佛 说你自己觉悟了 正得菩提到究竟了 觉他 觉他也觉悟了 让他也正得究竟了 或者有人或者这样问了 说释迦牟尼佛觉他 我还是众生啊 并没把我度啊 他看见你不是众生 那佛观一些众生 都是平等的 自觉觉他就是 觉到众生 直到众生的本性了 众生的本性 跟佛无二无别的 但是他行菩萨道的 行到究竟了 等觉完了 这是妙觉 恢复他本来的 为什么加个妙子呢 这个事非常不可思议 所以佛成佛之后 他看呢 大逼众生皆有佛性啊 我所证得的 没有得个什么 众生都有啊 就是迷雾之差 迷雾之差 这个种性叫六种种现 大家记得这个氛围 非常重要 习种性 性种性 道种性 圣种性 等觉种性 妙觉种性 这叫六觉 但是这是果说的 都是要果说的 还有个因呢 果必回顾于因 你做什么事情 这个结果发生了 结果得到了 这结果怎么来的呀 必有因 我们得到这个人神 现在是得到人神 我这个人神怎么来的 为什么我是女的 她是男的 为什么我是男的 她是女的 为什么她很幸福 为什么我很苦恼 但你必须得知道因 直到因先了解你 我跟佛无二无别 这就是正因 正因佛性 不是邪知邪见 邪知邪见 邪知邪见 他就不是正因了 是离切 邪知邪见的 不正知的 不正知的 他所那个智慧 静走歪路 静走邪门 所以咱们叫邪道 是这个含义了 因为这个正因呢 就是能够成佛 正因就是成佛的之因 就叫正因 正因的佛性 正因佛性 还有一个了因佛性 了呢 就是照了的意思 所以智慧造了 造什么呢 造真如 就造母原来的本具那个真心 我们从开始一听课的时候 我们共同学习的道友们 这我们就讲了 讲什么呢 相信自己是披露诸诺佛 我们大方广佛和安静 显示的 就是显示一些众生的 跟佛无二无别 了明了 知道 我的佛性 跟佛所成就的佛性 是一个 但是我是谜 佛是物 这个就叫照了了真如的道理 大家所生的智慧 叫辽因佛性 辽因佛性 这个成了佛 就是 成了果德的时候 就叫智德 波若智德 就叫波若德 波若德 嗯 还有一个原音佛像 正音 了音 还有一个原音 是 原的 是 是 铸成的 铸成的 原能铸成吗 铸成什么 原能铸你的了音 开发你的正音 一切善根本具足的功德 就是一切众生 我们现在是迷了 但是我们所具足的功德 跟佛所成就的功德 平等平等 但是我这事 整是具足的 不能运用 不能运用 所以这个 就叫什么呢 就叫原因佛性 所以现在我们 遇到佛法的缘 因为学佛法 一味一味的成就 来储成我们的 本具足的佛像 能够成就 要知道正音 了音 原音 有这三种的音吧 要是你们正音弦 必须得讲原音 这讲金刚妙极主海神 讲不动心的功德海 系统们 他得到的是不动心 咱们经常讲如如不动 不如不动 那你心呢 遇到印和警戒相 不随外缘所转 不随外缘所转 这里含着很多的意思 含着香魔的意思 魔要咬了你 你心不为魔所转 这其他经论也有这样说 金刚经说 不去与相 如如不动 不在相上转 如果慧 慧怀菩萨 慧怀菩萨是我们 唐朝的时代一位蝉死了 他在这个 三连里头修定的时候 要成就了 那鬼就现前了 那鬼现前了 来吓他 那鬼现前了 突然没得脑壳 没得手 下这个蝉死 下这个慧怀蝉死 慧怀蝉死 哎你很好啊 没了脑壳了 你不害头痛啊 你将来不会再头痛了 那脑壳没有了 他本来是吓他的 吓他的蝉死不为他所动 不为锅所动 他跟那俩开玩笑 没脑壳了 你再不害头痛了 这鬼又变了 又变了 又变和没肚腑的 你说这人要没肚腑 看见个脑壳看见那个 没肚腑的 又来吓这个蝉死 蝉死又跟他说 说你好了 你也不要吃饭了 你没有五脑六腑了 你也不会害肚子痛了 那鬼也不能把他迷惑 那鬼又变了 那鬼又变了 最后变的不同 变个天女 非常的美妙 说天地啊 令我来帮助你给打扫清洁 来照顾你的生活 蝉死说了 说什么呢 说是你拿你这个 这叫臭皮带 你自己感觉很美妙 一格囊见色 就是皮里包的东西 全部清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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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怕也好干什么 我不用你 那这个天地就升空了 魔王化现的 他说大海可解 大海可解 虚弥可穷 说大海可以干 虚弥山可以把它推倒 说动善人心 动道人心 就动这个上人 就承战这个 这个 慧怀蝉死了 说动道人心 非常的难 说你啊 知字兼真 说自相啊 修道的心 非常坚定 战战他完了 天地化现就走了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因何情况之下 不动心 那这个金刚妙子 主海神呢 他就得到一个 不动心的功德海 他能够度化一些众生 让众生因何事情 不要动心 咱们佛教有两句话 随缘消旧业 起心动念 造业了 我做好事 好事也是造业 业是造作业 好事也防难兵修道 到你修道的时候 这个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 全是一切境界下 都让他停止 不动 就是 不动心的功德海 海超雷云竹海山 得普入法界三妹们 这叫入法界定 法界定 三妹呢 就是定 但是这个定的名字 叫入法界定 这个在三妹品呢 普贤菩萨 所以解释的 到后来 华眼经最后 入三妹们呢 真如三妹 也叫法界定 观这个法 华眼经所说的一真法界 究竟的妙礼 这是普贤菩萨所得的 法界定 修法界观 得法界定 透彻了一真法界的 究竟妙礼 就是把这些个主海神呢 一个一个地说的他们所得的 所得的谢陀门 以下就赞叹佛 而是出现保光主海神 成佛威力 普贯一些主海神 而说颂 不可思议大解海 供养一切主如来 普贤功德实心上 事故端言最无比 说佛呀 他那个功德呀 不可思议 像大海是那么样的 说要说佛的不可思议 太多太多了 就像海是那么样的 大解海 说一大解也说不完 是赞叹佛的功德 供养一些主如来 说我们供养佛 供养佛 供养佛 是供养佛的功德 完了再利于众生 把供养佛的这个功德 自己不要 不贪责 把它施给一些众生 众生 平等心 施舍 所以呢 事故端言最无比